全国人大代表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在5号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部长通道之后 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 他表示任何人如果选择站在台湾同胞利益的对立面 谋求一党之私一人之私的话 必然会遭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唾弃 刘洁一 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大陆访问 您怎么看这个事呢 欢迎他过来 两岸县市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 我们也希望看这次来能够给广大台湾同胞 带回更多的实惠 能够推动两岸同胞在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基础上不断深化交流合作 现在很多台湾当局的很多人来访大陆 设置了一些人为的限制 您怎么看这种传案 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 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人为的限制台湾同胞实现他们的利益 不可能得逞 任何人如果他选择站在台湾同胞利益的对立面 谋求一党之私一人之私的话 那么必然会遭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唾弃 太冷了就一个问题了 就是那个台湾两制的那个方案 那个民主协商有什么具体的渠道吗 现在您有什么考虑 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方式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实际上许多台湾同胞 包括各界的人士 对一国两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在这方面我们会团结广大台胞 在九二共识反对态度的基础上 扎实的推动两岸之间的民主协商 共同探讨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的方案 达成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性安排 现在两岸之间的渠道还都可以继续用 是吧 比如两党之间的交流 人民之间的交流 和为了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利益 而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政治力量之间的交流 是隔不断的 今年1月2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曾经提到 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这个讲话也得到了台湾同胞 以及海内外同胞的积极的反响 今年的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 大会发言人郭卫敏也提到 政协就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可以在两制台湾方案的民主协商方面 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两岸拥护和平统一的团体和党派 能够展开更多的交流 展开充分的民主协商 对两制台湾方案贡献更多智慧 这是央视记者鲁建 在两会期间所做的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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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语